2022年9月28日 据葡萄牙新闻媒体报道 里斯本世界贸易中心 于9月28日周三在里斯本的硅谷奥埃拉斯正式开业 而这座贸易中心也将保证 葡萄牙与世界上90多个国家的建立贸易关系 据奥埃拉斯市长伊绍提努表示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座世界贸易中心的诞生 无疑会为大力推动葡萄牙的经济发展 并且至少可以提供近3000个工作岗位 市贸中心不仅是一个商业贸易中心 还是一个创造未来技术的平台 更是一个未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帮助的环境 里斯本世界贸易中心现也有多家企业入住 例如葡萄牙知名电子电器零售集团Warton 德国制药公司Bair 甚至是英国酒店集团Youtar酒店 也在里面提供住宿服务等 而且Youtar酒店在内拥有127间客房 800个地下停车位和200个户外停车位 里斯本世界贸易中心共有7万平方米 分为两栋办公楼共2.5万平方米 两栋均为8层高办公楼 并都有一个室外露台 室外空间则占地1万平方米 其中不仅有自行车道 也有花园草地等工人们游玩或锻炼 奥埃拉斯市政厅表示 浙江市葡萄牙第一个 也是目前唯一的世贸中心 在这里面提供的过程中心 感谢观看